啊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就是來拍一日高中生 因為我上次其實就是在育達 我有拍一日高中生的影片 然後這一次呢就是回來我自己的學校拍 我覺得那感受比較不一樣 因為回來自己的學校你就會覺得很像是 重溫以前17 18歲的生活的感覺 但是去其他學校你就覺得 我是去體驗他們的學生的生活 所以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這一次呢就是有特別聯絡了我以前高中的老師 而且他幫我拍了一整套精心安排的一個行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會流傳在各個不同的班級裡面 待會我們的第一個行程很特別喔 因為其實在長榮中學有一個城島的活動 好像固定禮拜三或禮拜四的時間 我們就是要一起去大禮堂唱聖歌 然後就是牧師他會帶著我們一起禱告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活動是其他學校都沒有的 算是一個長榮中學就是歷史非常悠久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個活動 我跟你講我以前就是真的去大禮堂的時候 我都會跟著一起唱 我也是那種就是不張開嘴巴的人 好那我們待會呢等時間到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大禮堂 待會見 我們現在要去城島 我以前是那種啊 下雨天 我就會覺得還是我今天要拉肚子停下 不要來學校的人 可是我都還是會來 但他們現在在看影片 老師決定把我帶到二樓去 因為一樓都已經有學生了 沒有我的容生之處 好 城島 城島 我今天早上來 有時代的團隊 小朋友認識 今天早上的那些事情 在A 我覺得十年前跟十年後的體力真的差很多 因為我其實剛才在車上我睡覺 但是我現在來啊 我其實也沒有覺得特別累 但是我的眼神已經換散了 我沒有辦法相信就是十年前的 我居然可以早上六七點起床 然後七點半就是來學校 然後來城島的事情 我覺得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有的時候 城島啊 就不一定會只是唱詩歌 但有的時候就是 可能會來做一些演講的分享 大概七點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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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真的體力很好欸 好啦 不會比大家 這麼早起 這是上電腦課 好 電腦課 然後我們的 這位電腦老師 是很有名的直播主 直播主 對 是在FB還是在那種 什麼平台上面的那種 都有 對 很有名 對 粉絲很多 那老師在主要講什麼 遊戲的 實況 對 遊戲的直播主 好 那我現在就繼續叫做 好 你們去考試的時候 是單次雙嘛 對不對 然後旁邊會有一張指教妳看 好 那建議喔 就是 你要習慣那個 而且我有考過欸 看 打上妳的名字 對不對 打上妳的名字 注意不知道總共幾個 這一題前幾天有人在問 四十 三 厲害 是嗎 如果我們問說 英文字母有幾個 二十六 你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啊 我們每天在用的 如果做英文我們就不知道 幾個啊 好 我們公布答案 三十七個 好 你可以 你可以數一下 你可以數一下 好了 來 麻煩各位 進到中文練習模式 欸等一下 學姐應該英文會比較 中文中文中文 好 打中文 中文可以 老師妳說他們只要打得比我快 妳就要請他們喝飲料 對不對 我剛剛好像沒有這樣說 我沒辦法全班都打給妳 可是我已經錄下去了 錄進去了 然後現在的可以剪掉 我們要回放 現在不是那個直播就沒關係 喔 這沒有關係 錄影的可以剪掉 好 一個就各位 五千預備 六千預備 全線預備 拆保險 開始 射擊 加油 不要蘇學姐啊 打一個打蘇學姐的 等一下小姐哥就發展了 老師我打字突然變好慢喔 對這樣 太陽之 不要贏學姐 進而易舉 好爛喔 好歡樂的時光 走直過得特別的快 我們來 扶一下 來60個字以上的站起來 喔 一個 厲害了 來50個字以上的站起來 喔 Nobody 40個字以上的 喔 你看 有嗎 你看只有一個贏學姐而已 你看 好我們學姐幾個字 40 好爛喔 提升郎 41 47 好差 40 差差差 如果剛剛那一句話是真的 你只需要前兩個人可以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 老師因為我每天都在打字啦 學姐故意保留實力 沒有沒有沒有 好來請坐那個學姐回去之後 閒暇至於她就開始練打字 你要知道嗎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OK我們也謝謝學姐 我們給她一個鼓勵好不好 謝謝 耶 鼓勵手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好來這是我們的房屋教室 那我們的房屋教室原則上 我們就是模擬我們旅館的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觀光科 這是我們的固定課程 我們現在在上的是 房屋食物 那我們學校的話呢 我們的房屋教室 我們就把它模擬成 客房的樣子 所以我們會有 在常見的客房裡面 我們會有這種 兩張小床 或者是這種一大床 旁邊這個小床是活動的 是可以加床的 這個都是在旅館裡面 很常見很常見的一些房型的部分 那今天我想要讓那個 阿瑞和我們一起上課 我們一起來體驗 我們的那個床複整理的部分 那 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先側床 我們會有一些東西是 我們一定要送洗的 好 一定要送洗的就是 客人會跟客人的禮物 有接觸到的 我們一定會送洗 好 那如果說像枕頭 跟裡面的羽絨被 對 或者是毛毯 這種是定期送洗 所以 對 所以我們在拆床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做房間的時候呢 來我們可以先 拆開 對 先拆開 所以我們就會 必須要做分類 然後是在客人的房間裡面 我們會直接 換床 好 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呢 就會把它放在旁邊的桌子 那我們 因為我們這是教室是如何那個 筆集檢定 對 那我們筆集檢定的話 他會給一個被子 對 那個防護車 對 那我們防護車會放在旁邊 哦 那我們防護車的話呢 就是把我們的布肌 被氣的布肌 我們都會丟在防護車裡面 這個就是等一下要送洗的 直接丟就好 對 直接丟就可以了 這個是那個布巾袋 好 就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髒的布皮 我們都會丟在裡面 開始撈床 來 體驗看看把床往後拉 往後拉 對 好 它有重量 它真的是 去灌貼的東西 好 再來我們的枕頭 好 把枕頭抓出來 把枕頭套 要送洗 那我們枕頭要放在我們的被子桌 18分鐘之內 你們要把床拆掉 還要關燈 放新的東西上去 好 再來我們的床單 四個角 要把它鬆開 因為底下有保潔墊的床單 然後鬆開了以後呢 把它捲起來 對 你要送洗 所以直接丟 哦 好 好 再來保潔墊也是 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對 對 那我們床就太乾淨了 再來我們就要進行吐床 是出去的時候 瞬間把它扔掉 它就撐開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吐緊 來四個角 就這樣子 這裡也是 好 但基本的床 你膚色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這個房型是羽絨背的房型 所以我們羽絨背要上 羽絨背套 嗯 一開始呢 我們先上保潔墊 保潔墊它的作用呢 是隔居我們的床單 萬一床單如果有衣製的話 我們就可以包括我們的床 不會長的亮 再來呢 我們就是上我們的第一層床單 直接泡到對面 然後呢 就是像剛剛一樣 然後就把我們的床單四個角 把它塞進我們的那個床底下 直角的地方要做腳 對 好 再來我們的那個羽絨背要上的背套 對 所以我們的羽絨背要先把方向 好 先把它抓出來 嗯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撲背 對 把它撲平 然後後面呢 它那個袋子的地方 要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 對 綁活結 枕頭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人拿一個 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的枕頭 一開始直接手刀 所以直接這樣子 然後直接遮起來 對 然後直接把它套進去 好 套進去以後呢 甩兩下 那就進去了 好 再來這裡呢 很特別喔 嗯 只要抓著我的邊 其他地方 我把它摔進去 摔進去 好了以後呢 等一下我們放下來以後 從中間切它 走到哪邊 對 然後你把它抖一下 好 從中間 對 把它拉開 拉開 對 那我們就要去擺放我們的枕頭了 好 好 我們就在底下 對 反正比較舒服 好 回得上 好 OK了以後 我們的床 就可以把它推回 我們就完成了一張床了 往前推 要靠牆 這個 有重量嗎 這個很重耶 這個很重 對 這個很重 好 可以喔 好 恭喜妳已經學會了一張單人床的做法了 好 妳要來PK一下 應該就只有PK單人床吧 對 就只有他 可以嗎 那等一下我們先教完了以後呢 我們會一個小小的測驗 我要跟誰PK 我要跟誰PK 這邊我們余軒跟那個雅若 來 對 對 對 他們兩個會跟你一起PK 我們等一下會一起完成一個 兩張單人床的那個小床 老師他們兩個是不是很強 他們兩個感覺好像有備而來 他們兩個沒有 其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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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才上課一個學期喔 所以可以體驗看看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們贏的話 等一下你們去萊爾夫爾 隨便拿 我都把你负 那好不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盡力 但是我們不能輸 好 那如果他 你們贏了他怎麼辦 OK 請一下不好吧 沒有 如果他贏的話 我等一下也是讓他就是 去萊爾夫 就跳回他要吃的東西 這樣子 好好可以 好 那都準備好了 好 那我就要準備開始囉 好 預備 好 開始 老師這比快了對不對 啊 等一下啦 等一下 要加油喔 好啦 好好 有有有 直接來 兩人可以共同合作 不是啦 不是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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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沒有用作 他們好了 對 他們床座已經完成囉 蛤 說了 蛤 蛤 真的假的 對 差一點點 這樣算很厲害 我們還是給學姐一個掌聲 蛤 蛤 蛤 我們這麼努力 我們進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 我對不起你 蛤 老師我這張可以了 好 OK 謝謝老師 認真選嗎 對 認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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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覺得很難挑嗎 這個挑最貴的就好了 挑最貴 全部都挑那有49塊的 哪裡有49塊的啊 不知道 可以喔好 那我寫囉 好香喔 所以我是可以進去的嗎 好 那我今天就是 因為你們都已經做完了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只能 對 我覺得 我是建議你來就很開心 跟學生 就分享 是他們的 產品 喔好 因為聽說是不是六月份要考檢定 對 六月初 所以他們現在在練習 對對對 我超胖 燙到 好 好 喔好 哇 好 耶 很easy的感覺 耶 太很準 哇老師它真的超燙的耶 對 欸 欸 欸 燙燙燙燙 啊 好燙 好燙 OK 哇 好的很美耶 你跟學姐介紹一下 還不錯 我做的是比較葡萄乾 對 葡萄乾 量比較毒溫 所以會比較困難 喔 你是說裡面的葡萄乾的量很多 對 喔 好 好 但是我們要再等它冷缺一點嗎 還是現在可以切了 現在可以切了 現在可以切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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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這個麵包 好 欸 你現在蠻好的啊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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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感覺很燙耶 對啊 哇 你看看這個 我可以試切一片嗎 我可以試切一片嗎 可以 因為它剛剛感覺切得很輕鬆 我切一看 喔好燙喔 你剛剛沒有覺得很燙嗎 為什麼我覺得會烘焙的人 就是都不怕燙的感覺 這真的超燙的耶 好燙喔 鳥 怎麼樣 你有覺得我切得很鳥嗎 你看 它已經變成這樣了耶 它已經變成這樣了耶 它已經變成不錯了 哇真的好燙好燙好燙 好好好 耶 我切了我切了 嗯 欸很脆很脆 很好吃耶 所以你們是什麼科 我們是觀光事業科 嗯 那你們是不是要考的剪進是不是超多的啊 嗯 一年級有銀條證照 嗯 那個也要考 對 之後還有餐服證照 然後現在有烘焙還有棒 那前面那天你都已經考過了 嗯 現在有考過銀條還有餐服 好 我們餐童囉 不好意思喔 你平常都是一個人班嗎 對 這個比較重 喔 我回憶到班餐桶的感覺 沒有 我以前根本就在班餐桶 蛤你都沒有 我只是想說就是 我可以say一下 就是我班餐桶的感覺 那種 學生的回憶 你以前吃營養午餐 欸我吃耶 可是班餐桶好像都是男生班的樣子 好像蠻少女生班的 啊你有吃營養午餐嗎 有 啊你覺得營養午餐好吃嗎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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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這時候把它掀開 我看一下吃什麼 這是蒸蛋跟菜 哇 我看起來很高級喔 包子跟鹹酥雞 再偷看一下是什麼 一個應該是飯 是嗎 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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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豐富的 四菜一個主食 然後再一個湯 很多啊 後面後面後面 超溫暖的耶 因為我其實已經畢業十年了 然後我跟學弟妹根本就是都不認識 我根本也沒有就是很認真的就是做完全程 可是他們卻做了這個然後留一份給我們 很感動耶 好 超drives 然後 好 好 好 她想要跟媽媽說她可不可以去逛街 然後媽媽就會說你去問你幫忙 然後比較說dab就是要有點傻嬌的那種感覺 跟大家說你們都不聽我講的話就會有就開始生氣 那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驗收各位的那個說故事比賽的那個分組 那不知道各位準備好了沒有 待會的話我們會有兩組 那我們大概會請第一組上來 然後台下同學啊除了幫我當觀眾之外 來幫我們評分一下看哪一組演比較好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好不好 我們還是歡迎第一組好不好 我們還是第一組出來吧 喔是我是第一組嗎 還是第一組是第一組 不要懷疑 好 還有你們騎到了快點 那狗啊快點出來 狗啊快點出來 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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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彈首 liqu Six 走 小 mobil 在高點 狗呢 我必須離開 我養了這個家人 你可不可以接受到你的肩膀嗎? 你不想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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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我 有人在想我嗎? 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先問你 這不正確 如果我沒有去 我會不會再去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 你保證 我先問我 我需要新人 謝謝各位主題部長 兩百 好好玩 好好玩喔 很好玩 我覺得第一組表現得很好 尤其是這位阿源同學 說真的 告虧告虧 他完全不會去場 我覺得真的是 你們要跟他多學習 真的經驗非常多 老師你們真的是要那個話劇表演的嗎? 對要表演 要成果表演 可是我覺得看 他們好緊張喔 不會啊 他們超緊張的 你知道嗎? 他們開始上台沒有這樣 反而是你完全真的是很穩的 真的是有經驗的成果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欸這堂課是我最喜歡的課 因為我很喜歡 滴滴的 reading 快點錯了囉 來一百合五十四頁 The road taken by inner hunter are during a war rush a warrace hunt 老師剛剛講超好 他平常都沒有那麼認真 老師你平常不是都很喜歡 跟學生聊天嗎? 是啊 聊一節上一節 現在比較難聊天了 欸為什麼 因為現在學生 像以前你們那麼乖 可是我覺得大家感覺很乖 所以今天班還OK啦 所以今天班還OK啦 這樣OK 老師說你們很棒 那我們先走了 感謝你今天陪我們 欸開車回去要小心啊 好好好 好 謝謝老師 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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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各位我們完成了今天就是 一日學生的體驗了 欸其實也不是體驗 就是重回以前就是在 學生時期的時候會做的所有的事情 而且這一次呢就是體驗到的東西跟我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次呢去很多不同的科系 然後去實作他們就是可能目前正在實施的一些課程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最後呢我們就是一樣回歸到教室 然後就是去聽課 而且 麗老師的Reading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堂課 雖然沒有辦法去陪他們全程 可是我覺得今天給我的感受是 哇當學生真好 雖然以前在學生時期會覺得 當學生好累好辛苦 要念書要考試啊 然後就是還要有很多 哩哩哩哩哩的一些規定規矩 覺得很煩 可是真的是出了社會之後就覺得 哇能夠當學生在學生時期 真的是一段最美好的回憶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看這一支影片的可能都是學生 所以當下可能不會有太深刻的感受 可是 我跟你們說五年十年後你們就會覺得 當初的自己真的是太單純太純真了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可以回來長榮 真的超級開心的 然後就是也很感謝就是校長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回來拍這一支影片 跟老師的那些互動其實真的就是非常真實 就是我當初十年前跟老師的互動大概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長榮的老師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都很活潑 然後就是都跟學生很像亦師亦友的感覺 所以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直都是 到現在都還是會跟他們持續保持聯絡 因為他們就真的是很像好朋友的感覺 因為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吧 我一直在跟老師打嘴炮 然後就是老師也都會嘴炮回來 或者是可能會打我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的互動一直都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非常的開心就是 可以擁有這一些這麼好的老師 希望之後還有其他的機會就是可以去 一日國中生 一日國小生 一日大學生 反正就是我覺得可以重回學生時期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那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的喜歡 然後記得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Instagram 然後也可以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拜拜 唔